朋友就是在拿我受傷的事情開玩笑 然後我其實就有點生氣 我就打了一個幹字 結果我居然傳到的是老師剛剛貼訊息的群組裡面 老師講完正式之後在罵學生的事情之後 我居然打了一個幹字 然後老師還問我說怎麼了 你怎麼會罵髒話 我朋友是聊天 然後再吐槽有一個人說很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發到那個群組裡面 然後剛好那個人也在 就很尷尬 當著人家面在罵他 他也很虛假 本來就是虛假姐妹話 我有一個同學就是他講一些色色的東西 然後他就不小心發到班群上 然後老師就回他說 你明天來找我聊一下天 他就很尷尬就被我們取笑了三年 結果我給我閨蜜發消息 然後那個消息也是比較隱私的 我沒想到發給即將成為自己的女朋友的女生了 及時撤回了 然後及時止碎 因為被他看到的話 當然是就可能會涼涼了 我以前國中的時候 我就傳一個訊息給我好姐妹說 我月經來了 結果一個不小心傳到一個男生跟女生的群組裡面 所以全部人都知道我月經來這件事情 然後還笑我 覺得我很智障 昨天我喝多了 然後亂七八糟的訊息給你 然後醒來不想不小心看見就刷了一大堆的表情包 他去吐藏 早上被你正醒 錯光經驗就是我要傳跟男朋友說我到家了 結果我傳到群組 我就馬上收回 然後就說我錯平了抱歉 我們班有一個同學正在跟他女朋友聊天 然後聊著聊著他轉到了班級群 在班級群裡面發了一條消息 寶貝我洗澡睡了 拜拜 我們導演就在下面回答好的寶貝 手機打開就是群組畫面 但是我以為是我跟他的聊天室 我就直接傳 Baby我要去洗澡 然後朋友好像是已經看到了 他就回我說 欸怎麼了Baby 我就感覺好尷尬 我就想說沒事沒事 我傳送群組 他是在批評別人 可是他發在群組裡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還蠻尷尬的 所以他可能會想要收回訊息 來不及大家都看到了 有一次把我給我女朋友發消息的時候 我說那個咱們親愛的 結果一看發給我媽了 然後時間過了還不能撤回 然後我媽就突然間給我回 就特別讓我尷尬 我說怎麼了寶貝 回家的時候 然後傳訊息跟我媽說 媽我什麼時候回到家 然後結果傳給老師 然後他就很問號 他就回我一個問號 我有一次發消息 想發給我的前男友 然後發給了我的爸爸 就特別的尷尬 趕緊就撤回了 就是在群組 然後誤發一些 平常跟很熟的朋友 才會講的一些垃圾話之類的 之後就會很慌張的按收回 記得有一次就是 要和室友開玩笑 發那種醜照 結果把他發到了我們班群裡 還是及時把他撤回 閨蜜都想抱贖我一頓 現在是研究生 那我們有一個倒生的群組 就是有一次 就是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我忘記這個群組 就是有老師的存在 那我就欸 打了一則 就是有關於老師的訊息 然後就按Send 就很想去撞牆這樣子 我會想撤回 但是當時還沒有撤回這個功能 如果發錯了很尷尬的訊息 就趕快婉轉的說 其實我是意思是另外一個 是另外一個意思